表示什么 它的保额是跟着你住货的组约的额度 所以你买Quota地震钱 它常常就会用你住宅建筑物的保额去算 那你也不会意识到你要再去加一个洞产 就跟我们以前买水之前 很多年前做错的方式一样 你这样买Quota地震钱 你会买保险公司 产品公司会直接报价 会用你的房子 假设你房子的重置根本是240 偷电池 这颗没电了 测试我装版吗 就是假设你的房子是248万 你要另外你要去买你买扩大地震钱 他就会用248万张保了 而且他会只保到建筑物 你要买洞才要向我早上报水 随之要另外买 所以段随便不要卖了吗 因为他肺率蛮贵 对他肺率蛮贵 因为他就像刚刚那个墙裂掉 他就要他就会赔 那高低保或高保那个都比例跟那个 我们讲过很多遍我们就快一点 来动产 一套一组也是一样 合理的估算损失不能算成视为全损 赔偿金额现金 动产的原状 理赔文件 水质清单 修复单据或股价单 这个都 没有什么问题 理赔给付现金 15天然后正常见论成马 这个就是 怎么叫正常 公正公司来就算正常 有时候来又不正常 那就是他拖很久 就是我们之前在讲那个 时间几步利息的计算在财产保险 就会有一些 之前早期的法条是说你一定要赔偿金额 确定 可是他就容易确定不了 后来才变成交起证明文件 交文件他又在条款去约 或者在法条说 你正常见论的不算 或不记息 好那回复原状他会给你一个期限 重建告诉你 好我半年帮你盖 他通常帮你公司不会帮你盖 他就是 帮你修好而已 给你钱 给你钱叫你自己弄 基本的洞产 基本钱里面的洞产 在三分之一的时候 对不起 你要问的是在 原本的注火里面的 那个 保额里面 他发生扩大地震的状况 就是震倒了 鱼缸破掉这样吗 那基本赔不赔 没有赔 就是你因为扩大地震险 他保的时候他没有 来 前面同学在问 我如果只有保扩大地震险 如果你又是房子 比如说房子的重置成本叫做248万 我就直接加了一个扩大地震险248万 像我早上给你们看水资 报价单 590几万 建筑物就是590几 你加在上面的水资就是590几 你加在上面的扩大地震险就是590几 如果你只有加这个扩大地震他有没有含那个 28条送的洞产 没有 所以你鱼缸 衣柜 都不会赔 这个是在清门的时候 他扩大 如果你有付加 也不会赔 他就不喊 你要另外单独再买一个100万的洞产 才会赔 所以我是说 基本 加上扩大 如果像鱼缸这样 扩掉的时候 你扩大要 扩大要加洞产 对 那么 基本 不赔 然后只有 扩大加洞产才会赔 那如果 扩大没有 扩大也没有加 扩大也没有加 那什么都不赔 来 我们先看 来现在是基本的地震保险150万 这一定会加 好房子的 这个房子价值 248万 重置成本248万 是不是会有个基本的 所以你如果告诉他你要加扩大地震线 他通常就会列个 这个就叫建筑 建筑物248万 你加了扩大地震 也是248万 那你可能加水质也是这个 如果你只加这样加这样 然后鱼缸 弄了这这些你所有的附加险 都不含28条 送了都不会都不会赔 你必须要去买一个 冻产 100万 你可能在这个冻产 先买个100万的冻产 再附加水质 扩大地震 或者消防 消防 这个才会赔 如果你的鱼缸衣柜冻产这些才会赔 可以吗 你这样OK吗 可以 所以 那一个 扩大地震线正在洞材下面 在住家的 而不是是说 你可以在建筑物附加 这里都可以加 都可以加 都要加 都要加 都要加才会赔 好没关系 等一下我下课 我卷刀嘴里面再用那个简包 讲 然后看看我没有办法用别的方式 把它弄过来 我知道你卡在哪里 哎 这就是我为什么当时会 要找这个 Line 可以 复制 贴到这条的后一张 让他下一页变成 好 好 下一页就变成好 从前面 来 你看这边来 你看当时这张报价单 我们就 附加了建筑物 加了水质 那建筑物因为当时投保就是563万 所以我在做批改的时候建筑物的把我没有变动 我删掉了水质的563 消防删斗的563 这是从建筑物这边删掉的 OK 这是从这边删掉的 好建筑物里面的洞产 我是不是另外加买100万 然后在这洞产我又加了100的水质 这个水质显示赔这个洞产付加的 你可以想象来 这个叫做 那个 ADD 这叫M吧 这叫日额 EY日额 你要有这个才能加这两个 好不好 EY日额 现在不一定要叫ADD 对 但他可能说叫付约 他就不会是付加条款 的概念 OK 所以你一定要先有这个 然后这个东西我是取消付约 OK OK 好 胡适合老师 所以 你从保证到老师原来也就是建筑物加水市加 加核材股动门路 一样吗 没我等一下跟你说 我们先往下 好 等一下 对 因为他就是送到最后停满地步 大家就混乱 同时先 同时他就一直送 如果同时先 然后投保相同保险 一样付保险要通知 好 你看这不故意不通知就 做二亿付保险 OK 好 然后三亿付保险就比例赔 可以降低保额或者是比例退还 似乎发生后 好 就比例 比例赔 因为已经出闲了 就不能退保费 其他保险也一样 好 如果是 同类的其他保险 但这个其他保 在我国保险 并没有讲得清楚 原来我们就知道他 其实类似他就是 比例赔的概念 好 不包括整人保险的 好如果有抵触 以这个负债条款为主 来再给大家看一个 也是 这个案例 是早上看了一个吗 不是 那是台产 周约社 这个是台安 这个也是一样买住火 但这个里面还有 请求权时效的问题 请求权时效我们都跳过不看 主要是看他其实是买的 你看他买的 他是所有权能 他只是一半的所有权能 然后他买住火 也没有附加其他的扩大地震都没有 然后也是修缮备用 还有时效的问题 刚刚那是平 早上是屏洞 这是台北 一样 地震二级 然后保管公司说 你不要再上诉了 二级就很轻 不会裂 然后没有关系 都一样 那很多人都以为他的地震钱就 就会赔 那时效我们就 时效的问题 他其实也超过时效 但我们看时效 我记得我有框起来 没有 应该在这里 然后 这边 他说 这是有时效的问题 但是我记得 我记得他 地震也是很清 所以没有 我去做案子 他只有讨论时效 还是我放错 应该看少一省 他的裂痕跟漏水 早上那个案子在屏洞 这在台北 但都一样 很多人都以为我祝火有加地震钱 然后裂的就要去赔 那刚花里那个强烈的 没有到全岛半岛都不会赔 都不会赔 这案子也是很简 他的应该是上一省 法官有讲 没有因果关系 跟刚刚早上那个屏洞案子很像 很像 OK 好 继续混淆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按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